本分局于12月20日21时局接获通报 于猛甲大道附近有救护车招人持BB枪射击 造成车辆A柱板筋凹陷 检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巡线扩大侦办 发现一名疑似酒醉男子朝救护车开箱后 伙同友人搭乘计程车逃逸 本分局已车追人于21日在新北市查契犯贤科姓男子盗案 并一并起出作案用支空气枪 经初步鉴定该枪支无杀伤力 全案训后以妨碍公务恐吓公众 回损等罪嫌韩送侦办